脖子緊緊的跟中風有沒有關係 那這就關於到血管是不是有堵塞 那如果這種堵塞的情況下的話 因為到腦部的血液不暢通 有可能到頸部的血液也供應不足 那這種情況下確實頸椎因為營養不足 有可能椎間盤會有滑脫 或者是被擠壓的情況 而造成頸部緊緊的 如果真的有中風的話 真的是分秒必正 什麼時候發生的 趕快去要把這個時間記起來 因為待會醫生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他關係到後面要不要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挖健康 我是江玉醫師 大家的器官 就會隨著年齡慢慢的變大 一定會慢慢的退化掉 肌肉也會慢慢變少 為什麼要談肌掃症呢 以前人生覺得說 你肌肉比較少 你可能就是看起來 就是好像泡芙人 或者是說你可能就是 比較沒力氣而已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但今天主要告訴各位 肌掃症絕對不是你想要中的 那麼簡單 所以今天先歡迎我們兩位 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肝中本醫師 廚師 另外是我們的營養師張雨昕 嗨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張雨昕 趕醫師 你平常會不會被你的病人 問肌掃症的問題啊 其實現在慢慢有了 民眾現在對於這方面的觀念 慢慢的比較明顯 都會問 他會問到說 我們是不是要多運動啊 不運動是不是 除了三高藥小心之外 肌掃症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所以大家漸漸有這個sense 那雨昕你有被問過肌掃症嗎 有 其實最近來我們診的 越來越多老人家會問肌掃症 那肌掃症連帶也會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所以就會跟他們說 要怎麼樣去增加你的骨質 還有你的肌肉 去補充營養這樣 其實肌掃症影響是全身啊 甚至會提高你很多的死亡率喔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 肌掃症到底會影響到哪一些東西 最可怕的就是第一個啦 肌掃症竟然會讓心血管疾病增加八成 甘醫師這怎麼回事啊 這是一個西班牙的研究 他把患者分為幾組 結果發現說肌肉最少的那一組呢 比起肌肉最好的那一組呢 他的心血管疾病呢 高達了八成 為什麼 多了八成 那當然很多可能的原因啊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肌掃症跟心血管疾病 他們共同分享了很多同樣的危險因子 包括營養不良啦 包括運動不夠啦 甚至於包括一些像胰島素阻抗啦 甚至於是一些 這個動脈硬化的一些氧化的發炎等等 它都造成了我們這個的一個共病 所以說心血管疾病的增高也是可以想見的 也有一些很直接的原因啦 比如說你肌掃症你自然不喜歡運動 你不喜歡運動的心肺功能自然就是下降 你以後那個心血管疾病當然是會增加 可是他有提到一些腦中風失智 骨鬆關節受損 你覺得這個跟肌掃症有什麼關係啊 其實現在肌掃症 它已經慢慢跟老年的所謂衰弱症 已經是混合一個大家庭 其實這些疾病都是相伴相生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患者有好幾個類似的症狀 步行的比較不容易啦 容易跌倒啦 甚至腦袋開始比較沒有那麼清楚啦 我們一般俗稱的灰灰啦 這些東西其實都有相關性 包括體力不好啦 不太願意走路啦 甚至爬個樓梯就沒有力氣啦等等 其實都是相關性的 現在老人家的病常常都是影響到全身的 你肌掃症其實最直接的就是老人家就不喜歡運動嘛 不喜歡動 待在家裡面 社交活動自然就變少啊 那你覺得它會不會容易失智 大家都知道常常去外面活動的比較不容易 不容易有失智的問題嘛 所以你這種肌掃症的老人家 天天待在家裡面 當上酒之後容易失智啊 肌肉是拿來幹嘛的 除了運動之外 它還要保護關節嘛 對啊 你肌肉那麼少 你的關節當然最容易受到損壞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起的啦 其實心血管疾病我們是特別的害怕 為什麼 因為磁大死亡第一名是癌症嘛 心血管疾病雖然辦第二名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是指心肌梗塞是第二名的喔 可是磁大死亡裡面 還有什麼腦中風啊 還有什麼高血壓啊 一大堆 加起來其實 通通加起來可能死亡率是超過癌症的喔 心血管疾病到底是包含哪些東西啊 是 其實血管流片我們全身 所以只要有血管經過的地方 都可能有受到血管堵塞的疾病 那我們最常見的兩個大眾 當然是指心臟還有腦部 心臟是怕心肌梗塞 心腳痛 腦部是怕腦中風 但其實上我們只要血液相通的地方 都可能會有動脈堵塞的疾病 比如說你的腳血液不好 可能會冰冷 甚至糖尿病足 甚至有節肢的風險 那這個血液也到腎臟 腎臟的血液不足 也可能會造成高血壓 洗腎的危險等等 甚至於男性功能不良 也算是某一種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你剛才講男性功能不良的時候 盡量不要看我這邊 我還好 對 所以剛才是主要告訴大家 班平常在講 大家直接反射就是指心肌梗塞嘛 但其實腦部的中風 也是我們講的一塊 那現在這個是一個全身性的毛病 那我們要怎樣避免自己會有 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血管堵塞 我每一個患者來我的門診 第一件事就是問醫生 我的血管是不是堵塞了 先簡單講一下 血管在健康的時候 當然是很平滑 可是隨著我們的飲食 可能不健康 再加上我們可能缺乏運動 甚至於更要命的空氣污染 還有抽菸 肥胖等等 使著我們的動脈內膜 慢慢的被一些膽固醇所堆積 而造成管腔越來越狹窄 如果再加上一些 比如說生活的壓力 或者是一些PM2.5這些東西 造成一些發炎的話 它甚至可能造成 斑塊的玻璃跟退化 那這就可能造成心血管疾病 造成血管堵塞的問題 那如果堵塞在心臟 就可能心肌梗塞 堵塞在腦部 那可能就是腦梗塞 所以斑就會有幾步局 血管內壁先受損 接下來你血液當作脂肪 又夠多的話 斑塊就黏上去了吧 黏久完蛋了 你本來是這樣子 管境是這麼大的 就開始變得這麼小了 那就是這樣講 你的血流變得很少 營養就過不去了 那久了之後 奇怪會不會掉的話 當然就會啊 那除了這種環境的影響之外 其實我們都知道 很多疾病是吃出來的 那問一下雨昕 怎麼吃才會變成這樣子 像以飲食來說的話 我們看它血管越來越狹窄 對不對 那飲食中最重要就是脂肪 例如說肥肉啊 或是老人家很喜歡吃控肉啊 越肥的越好吃 可是這一類就更容易會導致你的心肌梗塞 或者是血管阻塞的問題 糖分也是很重要的點 所以像平常手搖飲啊 盡量是不要喝全糖 還是三分糖或是無糖會比較健康 那甜食啊甜點點心這一類也是要主意 那心血管疾病到底有哪些危險因子 有哪些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啊 那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呢 分為先天跟後天兩種 先天是滅脹那種是不是 先天就是說很難避免的 比如說你的年齡 年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當然就是遺傳 你的父母親如果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險群 我們就很難避免 好那這個先不管 那後天的部分 很多是我們可以做一些努力的 比如說三高 三高大家都知道血壓 血糖 血脂肪 這幾個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這幾個是可以調整的 你可以把它降低 你可以讓它改善 那剛剛江醫師特別提到糖分 那我們就要提到肥胖 政府現在很強調代謝症候群的防治 它包括了肥胖還有腰圍 再來政府很鼓勵333的運動習慣 所以規律的運動 可以降低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那我們飲食要怎麼做才可以避免 它可以讓我們血管變得比較健康一點點 那以飲食來說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低油低糖以外 低鹽也是很重要的 那平常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例如說真的很想要吃肥肉 或者是控肉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吃一口就好 然後大部分吃瘦肉 還是可以長一點 稍微滿足一下恐怖之欲 不然活著實在太辛苦了 對 可是至少你90%不要吃 你只吃10%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 你吃這個肥肉的風險 那例如說 如果我們在吃便當的時候 有炸排骨跟滷排骨 那就是選擇滷排骨 炸雞腿跟滷雞腿 就是選擇滷雞腿 因為這樣子的油脂攝取 還有它的熱量 其實是可以降1%的 剛才我們有講到吸血管疾病 那心臟我們叫做心肌肯散 腦部我們叫做腦中風 那其實大家很多常常講說中風 什麼叫做中風 其實中風一個在醫學上的定義 非常簡單 就是血液流不到該去的地方 就叫做中風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中風 因為我常常講說 有些人不怕死 但是他很怕說 萬一真的中風倒在那邊 要家人照顧一輩子 所以我們都知道中風 其實要越早發現越好 因為越早發現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黃金的胎女 你可能恢復會比較好 你太晚發現你中風 可能之後 可能就真的是半生不遂了 所以很多人就要問 脖子緊緊的 跟中風有沒有關係 到底是不是中風的前兆 越早發現越好 那如果能夠有一點蛛絲 馬跡當然更好 那脖子緊緊的 會不會有可能是中風呢 不敢說 因為我每天早上起來都脖子緊緊 我每天睡前也是 滑手機滑太久 對 以現在各位的這種生活習慣 低頭足的機會 還更高一些 再加上如果說是影法族群的話 它本身的中風的機會 本來就比年輕人高 所以他們如果又合併一些骨骼的受傷 或者是骨骼的一些退化 當然也可能會脖子緊緊的 那我們講到說脖子緊緊 基本上我們擔心兩件事情 先講到剛剛江醫師講的 我們中風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腦出血型的中風 這個在我們亞洲人特別多 東亞特別多 出血跟什麼有關 當然是跟血壓控制不好有關 這就是我們政府一再的呼籲大家要量血壓 政府現在說722量血壓 每一週要量七天 每一天要量兩次 每一次要量兩回 早晚都要量兩回 還要算平均 還要算平均 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的血壓到底怎麼樣 否則到了醫院 醫生說你血壓很高 你就跟醫生講 我對家裡不會 所以最好是能把紀錄表帶去給醫生看是最好 好 那如果能夠把血壓控制好 我們可以降低 這個出血性的腦中風的危險性 第二個剛剛江醫師有提到 堵塞型的腦出血 那這個就關於到血管是不是有堵塞 那如果這種堵塞的情況下的話 因為到腦部的血液不暢通 有可能到頸部的血液也供應不足 那這種情況下 確實頸椎因為營養不足 有可能椎肩盤會有滑脫 或者是被擠壓的情況 而造成頸部緊緊的 所以呢 這兩個確實有這個要注意的地方 都是屬於同樣的高危險 但是頸部緊緊的不代表 你就是快要中風了 每天都緊 我是超級緊的好不好 注意姿勢更重要的 那你既然覺得說 頸部緊緊的不代表說你中風了 那有沒有一些其他比較準確的徵兆 可以暗示你說你好像已經中風了 如果真的有中風的話 真的是分秒必正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口訣 叫做快 FAST就是快 那F就是臉部 如果看到臉部有一點不對稱 那這個就是警訊了 再來就是A A就是arm 如果兩邊的肢體力量不一樣 或者是有一邊肢體緩慢 那就是一個警訊 再來那個S S就是speech 如果講話講不清楚 大德斗 那這個的話也是一個警訊 那T很重要 就是時間 什麼時候發生的 趕快去要把這個時間記起來 因為待會醫生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他關係到後面要不要做血栓溶解 這方面的治療 所以FAST 這是我們要放在腦袋瓜裡面 我特地要跟各位觀眾 強調這個 Ti的重要性 萬一你的親人真的不幸中風了 你送到醫院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問你說 你第一次發現它不正常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 因為從第一次發現它不正常 到我們要施打這個血栓溶解劑 我通常建議是不要超過三個小時 為什麼要超過三個小時 我四個小時不能打嗎 我五個小時不能打嗎 我六個小時不能打嗎 不是塞住嗎 為什麼不能打 因為各位你知道嗎 血栓溶解劑是有它的危險的 有人打血栓溶解劑造成什麼 造成全身性的大初學 三個小時之內用 力大於低 你超過三個女兒做用 就是必大於力的 通常就不建議你去施打了 那如果說你聽不懂英文 我平常都在講台語的 你就記另外一個叫做 微笑僵尸會說話 你說他這個人有沒有中風 你就先叫他微笑 只要看他臉被笑起來 有一點不對稱 小心你中風 僵尸是怎麼樣 僵尸是不是這樣跳的 你就把他手這樣舉起來 如果他有一邊手沒力的話 他會這樣子 變成一高一低 另外會說話 你就叫他講話 是不是變得好像 講得比較鈍啊 比較鈍啊 那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重點 記住他第一次不正常的時間 那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timing 那現在這個中風 如果好好去復健 真的可以百日百復原 很好的問題 中風的話 基本上有分為 它的程度不一樣 在我們醫學上分為三種的等級 第一個是最輕微的中風 我們叫做暫時性的缺血 我們叫TIA 它就是說在一天之內 可以完全的恢復 這是最好的 百分之百的恢復 第二個叫RIND 就是說如果它的恢復時間 在一天到三週當中 可以恢復 那就是 這個算是可逆性的 一個神經的受損 那超過了三週都還沒辦法恢復 我們一般就稱為一個大中風 對 這樣的情形 那可是呢 如果說曾經有過小中風 那你如果恢復了 千萬不要以為 你就是幸運之神眷顧了 因為他們統計起來 所有大中風的患者 有三分之二都曾經有過小中風 就問他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都說有啊 所以說有這個警訊是要很小心 那如果說是前面這兩種 那通常來講的話 就是可以完全的恢復 在這個時間之內 第三種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他腦部真的已經受傷了 對 而且我剛剛江醫師有提到 我們中風分為兩種 一個是出血性的 一個是梗塞性的 這兩個的表現也不一樣 如果是出血性 因為它直接就破裂出血 所以病患的嚴重程度 直接就會讓你看到 比如說半側肢體無力 比如說昏迷不醒 直接就會看到 大家就會開始急救 那另外一種更要我們小心的 就是說 我們說堵塞型的中風 它一開始的症狀是不是那麼明顯的 一開始可能只是講話不太順 一邊杯子拿不起來 可是到了醫院去發現 已經整隻手不行 或整隻腳不行 搞不好過了一晚上以後 人都叫不醒了 所以梗塞型的中風 反而更在臨床上 讓我們更警惕 它的嚴重程度 可能會隨著堵塞的範圍 擴大 缺血的範圍 有點漸心 還會再往前前進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地方 雖然很多人說 腦細胞不能再生 但是腦細胞有代償的作用 你這邊腦細胞死掉了 它旁邊的會來幫你 其實如果你復健的夠勤快的話 大部分的功能是可以被恢復的 但是你知道你的血管 到底有多長嗎 如果把動脈 靜脈 微血管 統統把它拉成一個直線 竟然可以繞地球兩圈半 你就知道血管 其實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密佈的 那你要怎樣照顧它那麼健康 就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講說血管 對於人體到底有多重要 每個器官都需要營養 誰給你 動脈 動脈加上微血管給你 那肺物要怎麼出去 因為我們的細胞 在運用一些營養素的時候 總不免產生能量之外 總不免會產生一些肺物 這些肺物一定要被帶走 它要靠誰 就是靠微血管跟靜脈 所以說你如果這些血管不好 營養不好 肺物又帶不走 這個器官怎麼可能會健康呢 所以健康的血管 真的是保持長壽跟健康的一個關鍵 當然我說每個器官都很重要 只是每個器官都要靠 健康的血管 那可是我們平常去醫院 我們會說 醫生我覺得我有點喘 你幫我造個胸部X管 我看我肺有沒有問題 或是說我覺得很喘 你可不可以幫我造個心臟超越 不要看我心臟有沒有問題 那血管的健康怎麼檢查 那時候會有一些患者來到我們診所 他就覺得他的血管不通 為什麼呢 他伸出冰冷的小手 真的一摸真的很冰冷 很多女生都這樣啊 真的很冰冷 對 他就覺得他是不是血液循環不好 不過我們醫生的判斷方式 當然比較科學一點 我們會摸他的脈搏 那有腦動脈 齒動脈 那腳部的話 我們可以來摸到 我們腳背最凸起的地方 有一個足背的動脈 那如果動脈可以摸到在跳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大家對這方面 沒有這麼好摸的話 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把拳頭握緊 那打人 握緊以後呢 對 握緊以後呢 用力的握緊以後呢 把它張開 如果在三秒鐘之內 從蒼白立刻就變成紅潤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血液是常常的 末燒行完還可以啊 是很好的 那國外的科學家 但還發現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患者 如果你注意他的耳垂 如果在耳垂上 有一個很深的裂鉤的話呢 那這種患者要小心 可能心血管是有一些些的 小問題存在 會發現到有相當高的一個重疊性 所以說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醫生如果看到的話 會特別的去幫你多做一些 心血管方面的檢查 包括三高的檢測等等 這個地方其實是在身體的末燒 那身體的末燒 它這邊為什麼會有皺褶 就代表這邊的膠原蛋白流失嘛 那你這邊的膠原蛋白 為什麼會比較差 代表你末燒循環不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在這邊出現一條皺褶的話 就代表你這邊的末燒循環是不好的 通常從這邊可以預測到其他地方 我常把那個血管 比例成水管 那個水管有時候 你覺得是要硬的比較好 還是軟的比較好 當然是軟的比較好 硬的就容易裂開 硬的就容易裂開 那我們平常要怎樣來保養 我們血管的彈性 就是飲食當然是清淡為主 那要怎麼樣清淡呢 我舉例來說 台灣人很喜歡吃火鍋對不對 你們平常吃火鍋的時候 是菜跟肉一起煮 還是說你先把菜盤全部煮完 然後再煮肉 我以前的話是把肉先煮 這樣湯才會香嘛 喔 這樣子就很容易 可是我怕會有肉猛 我就覺得湯的味道會變耶 所以後來 那個營養師跟我說不可以這樣 他說要分開來 那到底要怎麼弄 之前也是有在現實動態調查 然後發現說七成的人都是菜跟肉一起煮 那你這樣的話 其實有一些人喜歡吃那種油脂很高的肉 那你一煮以後 就是上面就浮一層肉的油 然後青菜又會把油全部給帶起來 那你剛好把油全部吃進去了 所以吃火鍋最健康的方式 就是我們先把菜盤煮好以後 然後剩的再去煮肉 那這樣你就不會連帶的吃到太多的油脂 然後還有就是平常如果很多人愛吃麻辣鍋 記得要從滾湯的地方拿起來 因為滾的地方就比較沒有那個辣油 那如果你是從旁邊 就一整坨都是辣油 那這樣子也會造成你的血管 會有更多的油脂會阻塞 可是我是從滾到地方撈出來沒有 可是我撈出來 然後再沾一下嗎 哈哈哈哈 欸吃麻辣鍋還散辣油 那你吃什麼麻辣鍋 沒有 我們滾湯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味道 還是很重 對對對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可以保持血管的彈性 前次想說那你就少吃油啊 不要吃油炸的啊 這一類是比較舊的觀念 那現在比較新的觀念是說 我們直接吃好的油 去把壞的油給帶掉 那什麼是好的油呢 例如說國外有提到地中海飲食啊 橄欖油 橄欖油 或是說我們台灣人喜歡吃苦茶油 像我阿嬤每天都喜歡苦茶油煎蛋 或是說苦茶油拌麵線 那這樣其實也是一種台式的地中海飲食 那另外就是還有酪梨 很多人會以為說酪梨是水果 因為在水果攤裡面買 但其實啊 酪梨在我們營養學來說 酪梨是屬於優質類 它裡面是很好的 Omega 3的油脂 所以像我自己本人就有做一個實驗 因為你不要看我這樣瘦瘦 我之前的膽固醇是290 非常的高 很高耶 對 然後我那三個月 我就靠吃酪梨的料理 然後把我的膽固醇 從290降到209 那我就是靠吃好的油脂 所以今天也來跟大家分享 我吃酪梨的時候會怎麼吃 例如說可以把酪梨跟牛奶 或是養樂多打成一杯果汁 或是說像我早餐的時候 就會酪梨 然後加蛋 然後再加吐司 這樣你蛋白質 澱粉 然後還有好的油脂 都可以補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酪梨沙拉 酪梨沙拉的話 你就是把酪梨把它切成丁 然後撒一點檸檬汁 就可以抗氧化 然後再撒一點鹽巴跟胡椒 然後拌起來吃也非常的好吃 那萬一我可以 如果你想要加一點糖是可以 但是不要加太多 因為我們要保護血管 所以糖的攝取還是要限量 像我們糖建議是說 每天的熱量的10%就好 我常講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實一些脂肪 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營養素 糖固醇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營養素 你如果這些都不碰 其實身體反而會出現一些問題 倒不如你要攝取好油 去取代壞油 可能是比較正確的觀念 你剛才講這些薄一些血管 可是我們剛才 剛才有講到 那肌少症的人要怎樣要避免呢 像肌少症的部分 還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的議題 肌少症要如何避免 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運動以外 飲食也很重要 那飲食裡面的蛋白質補充 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身體裡面有20%都是蛋白質 那蛋白質又跟胺基酸有相關 就是它分解後會變小分子的胺基酸 去做吸收 那還有一個要特別跟大家提醒 很多人不太知道蛋白質是什麼 那蛋白質呢 就是蛋、豆、魚、肉類 那像我阿嬤老人家 他一直以為說 堅果是蛋白質 每天一直在吃堅果 我就跟阿嬤說 沒有 那個是油脂類啦 蛋白質的豆類是黃豆 所以就是豆類 例如說豆腐、豆漿、豆乾 這是蛋白質 但是紅豆、綠豆是澱粉 那如果是堅果的話 例如說花生、南瓜籽 這個是屬於油脂類 所以大家就不要搞混 你如果要減少肌少症 然後補充肌肉 是要補黃豆、豆腐、豆漿這一類的 所以有黃豆、紅豆、綠豆 黃豆是蛋白質 紅豆、綠豆是澱粉類 所以因為大家都知道 肌肉主要的組成成分 就是蛋白質 那蛋白質是由什麼來合成的 就是有胺基酸 所以胺基酸的補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胺基酸很重要 胺基酸都補充 蛋白質就會夠 就不會激少症 特別是我剛才特地強調 胺基酸裡面很多種 有一個叫做金胺酸 它去幫助合成硬化 讓它血管去放鬆 當然我們都知道 如果說我們一般要講到這個金胺酸 食物裡面 哪些食物裡面有 一般的食物裡面 例如說像是 只要是蛋白質類的 肉類、魚類 或者是說海鮮 這一些都會有 都會有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在外面外食多 對啊 三餐沒辦法那麼均衡 便利商店買一買 就一餐就弄掉了 而且通常外食什麼吃最多 澱粉吃最多 麵包啊 便當啊 都是澱粉比較多 所以蛋白質會吃比較少 那又怎麼樣更有效率的快速補充 對啊怎麼辦 我就會建議說 你可以使用保健食品 那你就可以補充 你需要足量的胺基酸 可是這種金胺酸 在哪些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特別的需要 因為有一些年老的人 因為這個 我們常常在講嘛 胺基酸有所謂的必須胺基酸 跟所謂的非必須胺基酸嘛 所以必須胺基酸就是人體不能自行合成 一定要從食物裡面嘛 那非必須胺基酸理論上 人體是會自行合成的嘛 對不對 像這個金胺酸理論上 他就屬於一個 非必須胺基酸 我們身體是可以自行合成的 那為什麼要特地去強調 我要去補充這個金胺酸呢 原因是什麼 那像我們目前已知的胺基酸裡面 金胺酸啊 就我們剛剛有提到 是身體合成 液氧化碳 不是液氧化碳喔 液氧化碳會中毒喔 對會中毒喔 液氧化碳 它就是預防我們心血管疾病 很重要的工程 而且啊在1998年的 諾貝爾醫學獎也有證實 液氧化碳可以幫助我們血管去擴張 那哪裡會有液氧化碳 只要我們有血液的地方 都會有液氧化碳 它可以在我們的組織啊 或者是器官裡面自由的穿梭 那它可以修復我們血管內皮的細胞 像剛剛醫師有講到 內皮細胞受損 對 液氧化碳就可以幫助修復 然後可以幫助血管擴張 然後就可以降低血壓 另外還可以恢復我們血管的彈性 預防老化的狀況 我們血管跟我們的那種橡膠的水管 水管很像 對啊 就水管用久了也會比較容易老化嘛 變硬 然後阻塞 對 硬就會裂開 對 那血管也是啊 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 血管的彈性會跟以前比起來就更差了 就更容易受到衝擊 所以三高的後遺症在老年來說 也是更容易產生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恢復我們血管的年輕程度 保持彈性就很重要啦 就可以預防我們三高的影響 那我們人體的液氧化碳含量 在什麼時候最高 30歲是最高 所以30歲以後就會慢慢慢慢下降 那在什麼時候會下降最危險 就是40歲 而且尤其是如果像我們剛剛有提到壓力太大 或者是說熬夜 或是說有慢性三高疾病的話 那你身體製造金鰻酸能力就會更差 那製造金鰻酸能力更差的話 是不是一氧化蛋產生就更少 所以就需要補充更多的金鰻酸 去額外去做補充 可是我們在補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保鮮品都有做什麼定劑啊 粉劑啊 液態啊 你會怎麼推薦啊 那我自己的話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快速補充 增加它的吸收率是液態的效果會最好 因為直接就喝進去就吸收 不用再去有一些複形劑啊 然後再去分解 那另外就是液態它是小分子 所以會更好去做吸收 所以保鮮品還是有個補充的量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金鰻酸呢 一天會建議不知道補充多少啊 WHO呢 它是有建議成人的金鰻酸 每日攝取量是1公斤 117毫克 那假設你是72公斤的成年人的話 72乘於117 大概就是8500毫克 所以像這樣子一罐 它就是8500毫克的金鰻酸 那直接這樣子喝呢就很方便 那如果是液態 你直接喝你覺得太酸的話 那也可以就是加水去稀釋 因為它畢竟是氨基酸的一種 所以喝起來會滿酸的 對 尤其是有些人怕胃食道逆流 那我就建議說 你直接就是加進水裡面去做稀釋 那這樣子去補充金鰻酸啊 就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產生液氧化氮 那這樣就可以恢復我們血管的彈性 可以應對三高帶來的衝擊 另外液氧化氮也可以減少 我們的血小板凝擊 降低血酸的發生率 那這樣子呢 就會讓你的血管更年輕更有彈性 就不會堵塞了 對 看起來好像是只有保護到你的血管 事實上保護血管就等於保護全身 所以適當的補充胺基酸 特別是年紀漸長啊 或是你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話 好像對我們的好處是非常多的 那像我們剛剛有提到啊 像是德安心它的高濃度液態靜鰻酸 它是德國原頻的喔 那它的液態技術也比較高 所以就是更小分子更好吸收 而且它一頻就可以達到 我們每天所需的建議量 補充很快又方便 不用擔心說飲食吃不到建議量的問題 那這個金鰻酸聽起來好像 對我們的血管很好嘛對不對 但是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吃的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有 例如說啊 有一些族群要特別避免服用 例如說你是孕婦啊 產婦或是兒童 我們會建議先詢問醫師 再進行服用 或是說呢 你如果有在使用其他藥物的話 我們建議錯開一個小時 不要同時間服用 也可以諮詢專業的醫師的意見 那有沒有所謂的 飯前飯後的問題 我比較建議是飯後吃 因為它比較酸 畢竟是胺基酸嘛 飯前吃 如果你的腸胃道比較敏感 可能會不太舒服 OK 飯後吃就比較不會有這個狀況 那這一罐你自己有吃過嗎 有 那我說我回去馬上就拿來吃 而且我是白天的時候吃 白天吃完我發現 欸精神比較好 那如果是睡前吃的話 就是可以幫助修復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我阿嬤 她自從就是疫情有確診後 她就一直很擔心自己會有心血管 阻塞啊這些問題 所以我也是馬上就給阿嬤吃一罐 然後她就覺得好像很慢安心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還蠻適合 給長輩去做使用 OK 其實最後要問一下那個甘醫師 因為甘醫師本身是心臟血管外科的 就專門在開心臟血管外科的手術 就特別是 保護我們全身血管的外科醫師 你會給我們的那些觀眾什麼樣的建議 如果平常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心血管 你是認為應該要做到哪些事情最重要的 我覺得最基礎的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還是三高跟不要抽菸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了解我們自己的血壓 有的時候患者來到我的診間 血壓非常的高 我問他說你高血壓多久了 沒人知道啊 不知道 因為根本就沒有在量 對啊 對 所以說我想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的血壓 同時呢政府會鼓勵呢 只要40歲以上 就可以做免費的成人健康檢查 裡面就有包括三高的項目 那我想我們應該配合政府這個政策 可以完全免費的只要憑健保卡 就可以做免費的成人健檢 可以了解我們的膽固醇 我們有沒有這個腎功能肝功能的異常 那如果有的話要趕快來做一個調整 那當然最好是能夠有規律的運動 政府說333 是 每週三次 每次30分鐘 那心跳達到133下 這樣的有氧運動 對健康是非常好的 隨著我們今天的變老 所有的器官就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變得失去功能 就是功能會慢慢的變差 我們也許沒辦法逆轉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延緩它 我覺得延緩它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的血管一定要保護好了 血管到底在做什麼 就是讓營養進去 就是讓廢物出來 血管不老 實際上你的器官老的就非常非常的慢 只要有好的血管 你就看起來比人家年輕10歲 我們瓦青康下次見 掰掰 因此問題 可忍